楚大哥,关于你当年被偷走的事情,我查出真相了 你找到了什么? 当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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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始终仍觉得大哥是个隐患 可即便如此 你也不能如此含血喷人吧 母亲 我不信大嫂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还不信你和楚天琪会有私情呢 你胡说什么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不得在老太君面前放肆 他侮辱长辈 你还要袒护他吗 他是在保护你 不然你已经趴下了 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解释没有 证据倒是有一些 要让大家一起看看嘛 之前我就察觉到 楚天琪和你互相之间有对方身上的气息 我本来也懒得理会 不过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作对 我怎么会放过你 楚十三 你简直混账 你太放肆了 西君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天琪之间到底有没有胡来 我 我有 母亲 一定是他蛊惑天琪 肯定是他勾引天琪 不然天琪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子不教 父之过 多久了 三年两个月 你记得倒是清楚 母亲 我和天琪是真心相爱的 混账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 可是也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天琪也是你看着长大 她更是叫了你二十多年的姑姑 你怎么就能做出这样的丑事 母亲 我和天琪真的是真心相爱 感情上的事情 对人力所能控制的呀 母亲 哼 老大 让你媳妇和儿子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我面前 是 我这就去叫他们来见母亲 至于你 拿出你所说的证据来 我要能拿出证据 老太君可会秉公处理 此时若真是苏小如指使 我亲自掌斃了他 要是你拿不出证据 我毙掉你 哼 只要老太君能找回苏小如 我一定会拿出证据 我这次证据来 那我什么事 我这次证据来